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油烟呢 所以你看雾霾完全是北京市民自己造成的 当然北京市民也身当这个吸尘机 自己消化了很多 就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这是什么官员说的话 油烟大 油用太多了 这无油烹饪很重要 只要无油的话就不会有雾霾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包括你看最近国庆节不是说堵吗 这个交通部门也说了 堵车很重要的原因 这是什么造成的吗 什么呢 发微博 就你们这些开车的人 在开车的时候看微博 玩这个手机造成交通事故 造成了高速公路大堵车 你瞧 人民应该自我教育一下 对对对 全是怨人民 全是我们自个的错 腾讯网 怎么腾讯网怎么又出事了 微博是腾讯网的吧 还有新浪 新浪 多了 多了 不是你说这个 这个腾讯网什么的 我想起个事了 我的那个网 是叫什么 中国电信 一个宽屏 就是你家里的那个宽屏 我跟你说 昨天出件事 我接了一个电话 那就是说你那个宽屏 那个就是说 那个怎么 今天下午五点 今天下午五点就会关闭 那么然后呢 你呢 就是如果 就有什么问题 你咨询 按这个零了 按几啊 转人工服务 然后我就 我就转人工服务 然后那边一个人 就跟我讲 说你是叫这个名字吗 我说我是叫这个名字 然后他说 我们现在发现呢 你的这个名字 一个电话号码 025什么什么什么 在南京的 他说这个名字 你有没有在南京 注册一个宽屏 以及一个南京古楼区 什么什么多少路 多少号 你有没有注册一个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跟南京 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 我们发现 现在你的这个 注册了一个 在这注册了一个宽屏 但是现在在这个宽屏上呢 架设赌博网站 所以呢 你有问 就是说 这到底是不是你登记的 我说绝对不是我登记的 他说那不是你登记的啊 就就需要赶快注销 你就要去报案 然后他说 我现在给你转 说你不要发现电话 我给你转南京的 这个古楼区的警证专线 哗就转过去 然后那边南京 那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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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就说什么什么 我说啊 就是如是如是这般 然后他就说 哎呀 那这个样子啊 这个你能不能这个到南京来 报案 因为就是说 你要报案 有个报案 通证证明通知书 这个中国电信 这个才能给我把这个东西给 注销 注销 然后他说 那么来 我说我怎么可能去南京呢 他说那这样的啊 那就要做一个这个电话笔录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突然有点警惕性 你知道吗 我说 我说我做电话笔录 我说那个 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公安局啊 他说 你这位公民 你这位公民 你有这个警惕性非常好 你有这个警惕性非常好 他说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不要挂电话 这是我们公安部的规定 你啊 拿你身边的手机 拨025114 就是南京的咨询电话 对电话 然后就是说 你在这个电话里 说我这个电话号码 你问他是不是 南京古楼区的 这个公安分局的这个电话 他说 如果是 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 那你就现在给我 给我做这个 我这个说给他说的有点 有点晕 你知道吗 我说行 我说等会 等会 我说我问一下 他说你这个不要问了 这个事情很紧急 你现在就 就就打这个电话 你现在就打这个电话 核实我的身份 然后我就要给你做这个电话笔录 他说 我说我回头让我的那个 这个这个助理啊 这办这件事吧 我说我急着工作 他说不行 他说这个我们公安部规定啊 你必须得是这样核实 必须你得核实我的这个身份 我才能跟你弄 最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后来我一问人呢 人家说是骗子吧 但是我到今天我也闹不清 可是我 他想骗你什么呢 他想骗你什么呢 我估计啊 你要给他做这个电话笔录 那你的姓名 你的设计啊 他就说你的你的个人资料 是不是外线啊 然后什么 你就不得给他讲了 对啊 哎 广美要不说 你知道是什么 你还跟他讲那么半天 才讲到警觉啊 没错啊 这种电话一来 你就说 我多善良啊 但我唯一引起怀疑的是什么呢 开头是北京这边的这个 所谓中国电信这个打电话 他确实是那个声音 你知道吗 哎 您的什么什么怎么能 跟你们国军播音员似的 就是请转人工服务 那边还挺热情 然后啪 这人工服务给我转了南京 什么古楼区所谓什么警政专线 我唯一一点引起怀疑的 你知道吗 口音不对 没错 不是南京口音 我怎么听着 这俩一个北京的一个南京的 但是怎么都是台湾口音呢 福建的吧 福建的口音 后来我一讲 没有福建口音 你说说 你要这样子才进去 你也太容易被骗 你不是很警觉吗 平常做人 这种事 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吧 所以有时候 我们今天是大凡 所有电话打过来 告诉你他是谁 你第一个都应该怀疑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真的 你知道吗 就就就就就 所以到最后还是这个 就说这个 而且我还有一个 怀疑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好像警察 没见过这么热情的 没见过这么替你着急的 主动积极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担心你的个人资料 外泄之后会被其他人利用 所以你得赶快 甚至还说你赶快 核实我的身份 你有这个警惕性很好 这不是我一般见到的警察 你知道吗 这就是怀疑 对 没错 结果你没核实 他挂了吗 我当然我现在我也不能说 人家这个肯定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就是跟大家分析 咱们待着就下去 就打电话问问看好不好 九成是假 因为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现在中国就没人信了 你有什么是真的 那也有碰见是真的 这个那天你让一个新闻 有家里的这个孩子 出事死在外头了 我忘了出什么事了 死了吗 死了旁边的这个 他的他的什么同伴 还是有人见到的人 就给他家里打电话 打了56次 都被挂断 家里人不认为你是骗子 可实际上是真的 你知道吗 56次他打连打五月 什么家就死了 那把呱呱呱 就把电话挂 说你这是骗子 你说你们这台湾口音 福建口音 他说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我为什么话里话外指向台湾呢 就我也是有用意的 对吧 就说咱们对台湾人啊 像说实在像我们对台湾人印象的好的 甚至觉得台湾人就比大陆人好 真的吗 真的 我一直就是这样啊 我都很爱台湾的 我比你们还爱台湾 你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 当然了 就是就是 这些文道知道 对对对 这我知道 我很能够替他作证 他真爱台湾 发现的也不是没有这个造假的 是不是也不是没有 而且甚至还有牵涉到有名人的 是吧 有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谁啊 你们娱乐圈的 最近那个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那你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然后这有什么内幕啊 没有内幕 全都全部都是那个公诸于世的事情啊 对对对 小S嘛 他的老公嘛 最近被问话嘛 是不是 说他就涉嫌这个股票的这个叫什么 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 操纵股价 就是大概比如说他持有一个公 一个什么公司的股份 那公司股份就比如说大跌哈 但是可能哎 人家要是说人家台湾的这个监督啊 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大陆借净啊 就是发现在这个股票大跌之前 他的这个老公吧 就卖出这个股票 获利嘛 这样就好像怀疑有问题 是不是 但是我先用一个就是小老百姓很基本的思维 就是说你现在手上有一个股票 有这个东西 这个品牌的股票 你已经知道他要马上价钱往下跌 你正常的你会做什么动作 那是我会卖 但是问题我怎么知道他要下跌呢 因为这家公司是你有股份在里面啊 你也在运作这家公司啊 那公司运营出状况了 那你知道他肯定股价要跌的 那怎么办呢 但是这个合法吗 根据他们的那个规定是不合法的 但是以正常 就是说整个股市不都这么在运作的吗 啊 我真没玩股票 这事的确是 为什么现在我不玩股票 因为我真的觉得整个股票市场就是金鱼吃大鱼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小虾 小虾在吃那些微生物 我们这些小股民其实就是那些微生物啊 对你说的对 这其实是一个人之常情 但是全世界各地都是不合法 都是不合法的 这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市场 它要建立在 因为股票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投入到公共市场 一个上市的公司 它就叫公共公司 英文讲是public company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它不是你任何一家人的 就算你是大股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关于它的各种的买卖的资讯 应该是公开的 每个人的买卖 应该是基于一个公平的资讯来做判断 考验的是你的眼光 这资讯都摆在那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资讯 你怎么分析那些资讯 那是你个人的本事 但是这个资讯本身 不能够有一些股东 或者一些内部人士 他说我保有某些资讯 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 或者在外面的人 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先提前做一些操纵 那这就不公平了 而且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你做一些提前的操纵 比如说我知道 这个公司将会出问题 明天可能会大跌 我今天先卖 他会引起一些很奇怪的反应 比如说你现在就卖 结果一下卖了一大批股票 那他也会造成他跌 市场恐慌 对啊 所以说这事不是咱们能够懂得的事 你说 我现在讲内线交易这件事情 文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说每天其实都有内线交易的事情在发生 一千件内线交易被揭发出来了 可能就是警调单位涉入去调查 但是一千件可能实践立案成立 就是会把人抓去关 可能连实践都不到 为什么 因为举证太困难 我怎么样证明你真正的 就是说你 我不监听你 我不跟踪你 我怎么会知道 就是说你到底真实的做了些什么东西 你真实的去 做了所谓的内线交易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一般呢 都是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事先有人去报案 另一种呢 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不寻常的交易状况 比如说有一些是因为太显眼了 比如说 你一个上市公司 你一个被人 因为忽然发现 有一天其中一个股东 他卖掉他很多股票 这都是公开的 这你会知道 然后这时候结果发现 后来他果然大跌 然后这时候有一些证监部门呢 他会主动调查 看你是不是知道了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什么情况 有什么理由 所以他一定要发生的事 你才能够 而且是很明显的事 才会引起注意 要不然就是有人在内部 去投诉 去控告 去提报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平常就像你讲的太多了 根本很难管 因为你要知道 在中国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习惯 就本来正常来讲 股票市场是干嘛的呢 是为了让这个公司 筹集足够的资金 去做他的发展 然后大家呢 透过给他资金呢 能够希望他长远经营成功 我们都获利 但是大部分情况 今天想上市的人呢 都是希望呢 在市场上捞股 对 你真正一个好的实业 真正一个很挣钱的实业 如果你现在在做一门生意 这门生意这么挣钱 你会上市吗 你上市来干嘛呢 你上市表示要把你的利润 跟股民分享 只有在你的利润非常小 或者是说 就是说你可能要做 一千万个这个杯子 你才能每一个 你只挣一点点钱 这个时候你才希望 你去上市 然后利用这个股民 大家征集来的钱 来帮助你 本来只做一千万个 你可以做一亿个杯子 那你不就可以挣更多钱 其实你就是在利用别 这是一种操作 资金 对 资金操作 也有道理的 因为有时候 你的确需要更大的资本 你在市场上才站得住脚 你比如说 假如五哥不上市 他可能是都不过雅虎的 因为他不够那么大的资本 去跟他做 就算你再挣钱 你不是上市 过去 你筹集到的资本 是不够的 而且第二 就是你透过上市 你可以分散风险 因为要不然的话 本来就是几个大股东 他做的这个决定 风险很高 所以你看 人家就讲 本来比如说 像在美国 或者在别国 他有这个 本来是股票新国的 是吧 但是在中国 有时候搞不好 有股票误国的风险 这是因为 他有些企业 他好 为了扩大生产 他去集资 他上市股票 他到最后 他发现了 这个东西挣的钱 比他生产这杯子 快多了 他都不干这个了 你实业就完蛋了 就是他全去玩这个 玩资本 就蒙股民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咱老说什么 后来我才学会 这些词 减持 动不动就 都跑路了 都把钱一圈来走了 小股民 很多 这种事太多了 他们卖的这家 这家那个公司的股票 叫基因国际生计 就是生化科技 其实他真正在卖什么东西 之前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姓徐 还有姓许的 那个负责人 许子东 开玩笑 他原本是做 那个整形医院的 他整形医院非常挣钱 他挣了钱之后呢 他买了一个壳 上市 之后他才发现说 原来上市之后 你把整形医院的财务报表 做得很漂亮的时候 股民就会很相信你 觉得说你这是一家运营 而且有钱景 值得投资的一家公司 所以他才发现 原来上市之后 他可以挣的钱 远远的比 什么弄 什么整形 挣的可多了 然后后来他又搜购了 胖达人 就是前一段时间 出事情的这个面包店 你说卖面包 你能挣多少钱 但是你把一个面包店打造 给他带上一个很漂亮的 土豪金的光环之后 你再上市他 那个上市公司挣的钱 可比那个卖面包 这叫什么呢 挂面包 挂面包头 是吧 卖什么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胖达人 是我能懂的事 就是说这个什么小S为此 还在录节目的时候 什么鞠个宫道歉 因为他也帮老公 对面包宣传 做形象 就是胖达人说 曾经在台湾多么火开了 18家店又在上海开店 什么的 香港也开了 香港人也 香港也开了 但是说最早是一个香港人 把他揭破的 因为他标榜的就是一种 纯天然教母 就是反正就是说 一切都是天然的 然后我这个面包 最后还跟你说 九天怎么烤出来 然后有一种特有的香味 据说这是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的 才能有的这种香味 偏巧香港有这么一人 他业余爱好 就特好吃糕点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 天然教母 能有这种独特的香味 我来试试看 结果他百经实验 搞不出来 于是他提出怀疑 这下 最后什么检调单位 这一查 发现是有人工香精 这个牌子就有点危险了 你是说 他老公卖股票 实际上 可能是因为 胖达人的牌子出事了 其实小孩子的老公 持有胖达人的股份 只有1.9% 1.9%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其实真的就像你讲的是 挂面包头 卖的是其他的肉 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他们只是就是把它制造 就是制造一个很大的光环 胖达人怎么厉害 这个说什么排长龙 绵延几公里 所以财务报表做得很漂亮 所以大家都以为 就是说他的母公司 就是这个基金的生计公司 他如果是挂基因食品公司的话 那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生计 生计公司感觉就有无限 生物科技 对生物科技 你就有各种各种可能性了 天然教母也是像基因 生物科技差不多 所以你知道他那个时候 那个股价听说最高 还翻到210 从几十块钱台币 翻到200多台币 那你说胖达人 被人家踢爆这件事情之后 大家忙着拿面包去退款 店一家接着一家关 这财务报表 你再怎么演示都演示不了了 所以你这母公司 肯定这个股票是肯定 我想可能应该不是只有小孩子 他老公在抛售股票 我相信所有的股民 应该都在抛售股票 就都能预见到这个要跌了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已经知道 基因生计是胖达人的母公司的话 如果你不是一个普通 什么都不知道股民 你是真的有在研究 人家财务报表的话 你就会有做这个抛售的动作 那现在问题就是看那个时机 跟资讯或者就看他什么时候卖 他是基于什么来卖 他是为别人更早知道了一些 别人还不知道的东西 而那是为什么理由他会更早知道 现在是他们调查 所以现在要注意他不是被抓 他是被带去问话 就是问刚才这些问题 也可能没事 对也可能没事 你像这个姐妹情深 这大S为了帮小S 这个我看都是转移注意力 都不惜跟外界说 我可能怀孕了 这也是有喜了 我觉得这真是 来冲洗一下 来冲洗一下 可是你刚才回想起来 你刚才讲台湾的这种食品问题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揭穿了吗 还有一件事也是被香港人揭穿的 就一个香港一个做食品调查的记者 就讲台湾不是很有名新竹米粉 你听过这事 就发现市面上卖的台湾 这个新竹米粉里面 忘了一个很高的百分比 是这个米含量很少 有的米粉甚至是根本没有米的 它是用 其实是冬粉 冬粉其实是淀玉米粉 那么做出来的粉 但是他们都说自己叫米粉 那后来这个事被搞大了 然后大家都来骂 怎么样 结果这个台湾的新竹米粉业界的协会 他们还出来发言回应 一方面道歉 一方面就说他们坚决不能改名 人家就说那你反正不是米做的 以后不要叫米粉 你改个名字也行嘛 对不对 他说那不能改名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 那么多年的传承 我们要坚持 说的好像传承一门手艺 很有良知 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到 我们这个米粉没有米 这都是市场的需要 你们都喜欢那种QQ的口感 都是米的话 怎么做得出来呢 所以我们什么都没错 我觉得这个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对台湾的印象一直都是这样 就台湾常常我批评台湾 我是半个台湾人 但我也老爱批评台湾 就得我批评香港批评大陆一样 台湾最喜欢的东西是说 台湾人总是说的比写的好 写的比做的好 就是说出来什么都对 你想想看什么祖宗的传承 你现在干这种事 他就不如我们大陆人直率 你看那个卖羊肉串的实践 不是马肉吗 那记者说你怎么用马肉啊 我说这么多羊肉串都用羊肉 拿那么多羊啊 对啊 多直率 不会像台湾这样 经营国际的那个老板的妈妈 也跳出来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动 我们用的那个香精 跟用的那个酵母 它也是合法的东西啊 它不是天然的 但是它也是合法的东西啊